上回我们说到 汉景帝耗时三个多月 最终平定了五楚七国之乱 重塑了汉朝朝廷的权威 不过七国之乱被平定 只是再一次确认了汉文帝一系 对于大汉皇位的所有权 扼杀了其他宗室之系 对皇位的觊觎之心 而在汉文帝一系内部 对于皇位的争夺仍然还在继续 不过说起这场权力斗争的起因 汉景帝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当初在七国之乱爆发之前 梁王刘武入朝觐见 因为刘武是汉景帝唯一一个同胞兄弟 因此非常受汉景帝的器重 再加上刘武作为窦太后的小儿子 自然也颇得太后的宠案 为了笼络刘武能够在之后 朝廷削藩的行动之中支持自己 汉景帝亲口对刘武说 自己死后会把皇位传给刘武 按照资质通鉴中的记载 这可比明成祖的免知世子多吉 直白露骨多了 从此之后 梁王自然就对皇位有了想法 后来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 梁王也是立下大功 得到了汉景帝赏赐的天子旌旗 初入礼节与天子相同 不过汉景帝对这个弟弟的赏赐 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平定了七国之乱的第二年 汉景帝下诏 册封自己的长子刘荣为皇太子 对于当初对梁王说的传于王的许诺 再也不提了 不过刘荣的太子之位 却没能坐稳 这就要提到窦太后另外一个孩子了 管桃公主刘朴 这位管桃公主 是窦太后唯一的亲生女儿 是汉景帝和梁王的同胞姐姐 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管桃公主得取刘荣 被立为太子 就是找刘荣的生母 丽姬 想把自己的女儿陈氏 嫁给刘荣做太子妃 原本汉景帝还只是太子的时候 丽姬是他最宠爱的妃子 汉景帝的长子 三子 四子 都是丽姬所剩 但是后来 因为管桃公主 为了讨汉景帝的婚心 有事没事 就给弟弟介绍美女 而这些美女 大多也都很合景帝的心意 因此 虽然之后 丽姬在宫中 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特殊地位 但是她和汉景帝之间 就再也没有过孩子了 所以丽姬心里 对不断地往后宫 送美女的管桃公主 自然就怀恨在心 在管桃公主 打算和她结亲的时候 丽姬就因此断然拒绝了 管桃公主的亲近和笼络 管桃公主当然十分生气 她就一心想要给自己的女儿 定下一门不输流容的亲事 于是管桃公主 就描上了她另一个职子 焦东王刘彻 也就是未来的汉武帝 对于刘彻的出生 也是有段传奇的 据说刘彻的母亲 王夫人在怀孕的时候 曾经梦到太阳入怀 然后生下刘彻 而且王夫人怀上刘彻的时候 汉景帝还只是太子 就在刘彻出生之前 汉文帝驾崩 汉景帝继位 因此刘彻极有可能是汉景帝 登基之后出生的第一个儿子 刘彻的母亲王夫人 那可比立即情商高多了 她立刻答应了管桃公主的婚事 传说刘彻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曾经对着她这位表姐兼未婚妻陈氏 叫着她的小名说 阿娇 等我长大以后 一定用金子给你造一座大房子来住 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 所以说尽管今天 人们都用金屋藏娇来形容婚外情 但其实 追本溯源金屋藏娇是汉武帝 对自己明媒正取的原配正气的承诺 从此之后 管桃公主隔三差五 就在汉景帝面前说说立即的坏话 聊聊王夫人的美德 顺便再夸夸王夫人的儿子刘彻 聪明伶俐 不愧是梦日入怀所生的天皇贵州 日子一久 汉景帝也开始认真考虑起了改立太子的事情 于是他决定再试探一下李姬 有一次汉景帝身体不适 立即前来探望 汉景帝就对他说 我一向身体不好 这次生病 不知道还能不能痊愈 如果我不在了 你要好好照顾我其他的儿子们 这时候 但凡智商在线 都能听出来 这是汉景帝的托孤之词 应该好好答应 然后再宽慰景帝几句 诸如陛下万寿无疆 必能出示安太之类的 结果立即 他居然当着汉景帝的面 发起了脾气 不但不肯答应 照顾汉景帝的诸子 而且还对汉景帝 其他的妃子出言不许 从此之后 汉景帝对立即就彻底失望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强 立即得罪汉景帝的这件事 不久就被王夫人听说了 王夫人赶紧趁着汉景帝 怒火未息的机会 暗中派人去挑唆大行令 让他去启奏汉景帝 立太子生母 也就是立己为皇后 大行令也叫大红炉 是九卿之意 主要负责的是掌瞒仪式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外交部长 结果他去奏请立皇后 推荐的还是 其实已经失宠了的妃子 自然就立刻触怒了汉景帝 汉景帝当时就打骂大行令 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然后就以外臣勾结后宫的罪名 把大行令处死了 然后汉景帝不顾朝权的反对 下诏废除了刘荣太子之位 改封为临江王 立刻离心就藏 立即也被打入冷宫 忧愤而死 而刘荣后来又被汉景帝 以侵占宗庙用地的罪名 抓回了长安 最终在中卫府的监狱里 自杀身亡 汉景帝虽然废除了刘荣的太子之位 但却没有立刻策立新的太子 当时汉景帝的皇后博氏 是景帝祖母 博太后的娘家人 明显的政治联姻 博皇后自从和汉景帝成婚之后 从不受宠 也没有生育过子女 所以汉景帝的十四个皇子 都是庶处 而在汉景帝废除太子的时候 他的这些儿子 除了年纪又小的三个之外 全都已经被封为藩王 所以这时候朝廷上下 谁都看不出来 接下来要接替刘荣的新皇储 究竟会是谁 这时候原本已经对当皇上这件事 心灰意冷了的梁王刘武 又重新惊上了起来 尤其是梁王的两个宠臣 杨胜和公孙鬼 玩命劝说让梁王去争夺储位 而一向偏爱小儿子的豆太后 也有这个意思 刘荣备废之后 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 豆太后就对汉景帝说 以后你不管去哪 都要让梁王跟随在你的身边 意思就是要汉景帝栽培梁王 立为储君 汉景帝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 只好答应 但是宴会结束之后 他就立刻召集进城商议这件事 结果大臣们纷纷对此表示反对 他们就跟汉景帝说 当初宋国严习殷商救治 胸中递急 结果霍乱不断 汉家法度 立四弊子 陛下有十几个儿子 怎么能传位给梁王呢 这件事之后就被梁王知道了 然后这杨胜和公孙鬼 就给梁王出了个馊主意 把那些反对立梁王为储君的大臣 都给杀了 这事不就成了吗 这梁王也是糊涂 不想让他当皇储的 既不是朝廷大臣 也不是祖宗礼法 更不是乃为后宫的嫔妃 或者冲灵的皇子 而是他那位身为大汉天子的亲哥哥 人家是想把皇位传给自己亲儿子的 可是当时已经被权欲和谗言冲昏了头的梁王 真的采纳了杨胜和公孙鬼的这个馊主意 派出刺客前往长安 刺杀了反对立梁王为储君的十几个朝廷重臣 汉景帝对此当然是勃然大怒 他稍一琢磨 这事明显就是梁王干的吧 因此立刻下令派人彻查 果然是梁王所为 然后汉景帝就派人去梁国 要逮捕杨胜和公孙鬼 俩人就跑到了梁王王宫中躲了起来 汉庭使臣搜捕了一个多月 也没能找到他们 于是汉景帝一连派出了十几波使者 找梁王要人 而梁国内使韩安国也得知 杨胜和公孙鬼就躲在梁王王宫之中 于是他赶紧进宫求见梁王 见到梁王之后 韩安国是倒头痛哭 他说自古逐辱者臣死 大王身边缺少梁臣 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现在看来这杨胜和公孙鬼是抓不着了 所以臣今天专门来跟大王诀别 请大王赐我一死 梁王听了之后 一开始并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的回答了一句 说不至于吧 韩安国一听 梁王还不明白 哭得更厉害了 他问梁王 大王您自己想想 您跟林江王刘荣相比 谁跟皇上更亲啊 梁王说那当然是林江王 于是韩安国就接着说 对呀 林江王是皇上的亲儿子 又是长子 曾经还被立为太子 可结果呢 就是因为修建王宫 占用了宗庙用地 就在中卫府自杀了 皇帝治理天下 不可能因为私情 就扰乱公务 大王您身为诸侯 受到了奸臣的蛊惑 做出了违反法律 冒犯皇帝尊严的事情 皇上如今没有处罚您 那是因为皇上 顾及了太后对您的宠爱 将来如果有一天 太后不在了 大王您可怎么办啊 韩安国这一番肺腑之言 总算是把梁王给说明白了 梁王赶紧过来 扶起了韩安国 向他赔罪 然后就命令杨胜和公孙鬼自杀 把他们的尸体 交给了汉景帝派来的使臣 这时候梁王也明白了 自己这回真的闯下了大祸 为了避免汉景帝的责罚 他先是派人去长安 求见他的姐姐管桃公主 再请管桃公主去找母亲豆太后 母女二人一起 帮着自己求情 而这时候汉景帝已经册封王夫人为皇后 刘绰为皇太子 梁王继位已经断无可能 所以汉景帝看在母亲和姐姐的面子上 再加上有朝臣劝谏 因此同意宽恕梁王 刺杀朝廷大臣这件事 只追究到杨胜和公孙鬼 尽管如此 梁王心里仍然不踏实 所以他在入朝谢罪的时候 还是耍了个心眼 他让部下带着梁王的车年仪仗 在寒谷关外等候朝廷的使者 而他自己就带了两个贴身侍卫 换上了便衣 悄悄先溜进长安 躲到了管桃公主家的一个庄园里 等到汉景帝的使者来到寒谷关 迎接梁王的时候 见到的只有梁王的车架和随从 消息传回长安宫中 斗太后当场痛哭 说皇帝果然杀了我的儿子 汉景帝听了也十分担忧害怕 只能不停的宽慰母亲 一再表示自己绝对没有派人杀死弟弟 就在这时候 管桃公主带着梁王来到汉景帝面前 赴京请罪 斗太后和景帝看到梁王还好好的活着 都喜出望外 母子三人坐在一起痛哭一场 汉景帝和梁王 这才算是恢复了手足之情 六年之后 梁王在封帝病逝 嗜好为孝 这也就是后来汉末三国时代 陈林为袁孝所写的讨伐曹操的习文中提到的 被曹操倒了陵墓的梁孝王 梁孝王死后 既是为了哄斗太后高兴 更是为了削弱梁国的实力 汉景帝下诏 把梁王的五个儿子 全都封为藩王 瓜分了梁国的国土 公元前141年 在位16年的汉景帝驾崩 太子刘彻即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 汉武帝登基的时候只有15岁 所以朝廷大权很自然的就落到了在景帝时期就对朝局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斗太后 如今的斗太皇太后手中 在斗太后的干预下 武帝初年仍然延续了文帝和景帝时期无为而至 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汉武帝继位后的第六年 影响了汉朝朝政数十年的斗太后去世 后来斗太后的弟弟张武侯斗少君的后代不断发展壮大 形成了两汉时代著名的世家大族 扶风斗士 东汉的张帝和桓帝的皇后都是出自于扶风斗士 据说后来隋唐时期关隆集团的重要成员 唐太松的母亲泰慕皇后所属的河南斗士 也是扶风斗士的一个分支 不过对于河南斗士的鲜卑旧性 河斗灵 这究竟是他们家族真实的血统起源 还是像河南斗士自己声称的那样 这只不过是先祖当年从汉帝逃到鲜卑避难的时候 从鲜卑首领那里获得的一个次性 这个在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争议 但是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一朝太后也有着一朝外戚 随着斗太后的去世 斗家在朝廷上的影响力自然也就随之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汉武帝的母亲 王太后的娘家兄弟 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弟弟 武安侯田坟被封为丞相 总览朝政 当年汉景帝在世 王太后还只是景帝宫中的一个妃嫔的时候 田坟为了求得一条晋升之路 曾经长期去巴结窦太后的唐侄子 为其侯窦英 据说田坟对待窦英就像对待自己家的叔伯长辈一样 然而天道更替便宜无常 如今窦太后去世 王太后掌权 窦英没有了任何靠山 只不过是一个无官无职的闲散侯爵 而田坟则是当朝丞相 如今大汉天子的亲舅舅 因此田坟对待窦英的态度 那自然是180度的大转弯 各种的轻蔑甚至是羞辱 时有发生 而当初窦太后在世的时候 依附于窦英的很多朝臣世人 也都纷纷远离了窦英 改头到田坟门下 虽然窦英自己对此不以为意 但是他身边有人看不下去了 比如窦英的至交好友贯夫 公元前131年 汉武帝登基后的第十年 王太后给他这位宝贝弟弟 张罗了一门婚事 新娘是当时的燕王刘定国的女儿 这位燕王刘定国 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在汉文帝登基的过程中 发挥过不小作用的 狼牙王刘泽的孙子 当初正是因为刘泽的一番戒言 争夺皇位的热门人选 齐哀王刘星和皇位失之秋毙 为汉文帝的继位 扫出了一个大障碍 因此文帝继位之后 为了表达对这位唐叔的感谢 就把刘泽的爵位 从郡王提升到了国王 分封在了燕帝 如今的燕王就是刘泽的孙子 所以这么算 甜粉取的是他外甥的远房唐姐妹 丞相和翁主成婚 这可是朝廷盛事 当时长安城中各级险贵 全都应邀出席 这也包括了窦英和冠夫 当时出席婚礼的宾客们 也都知道甜粉和窦英关系不好 既然是来给甜相国捧场的 那自然要对窦侯爷敬而远之 甚至有人连敬都给省了 直接就远之了 冠夫看在眼里十分生气 可他是一个被免了官的前两千单官员 在这些轻贵眼中跟老百姓没多大区别 所以冠夫虽然生气 却无从发作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冠夫发现了一个出祭桶 这一下就把他自己 还有窦英和甜粉全都给引上了绝路 窦英去给来参加宴会的林乳侯冠贤敬酒 可是冠贤却他俩和魏魏成不实聊天 没有理会窦英 这个冠贤是高祖麾下名将冠英的孙子 而冠夫的父亲张梦 原本是冠英的部下 后来因为冠英十分欣赏张梦的才干 所以对张梦大力提拔 而且还和他结为异姓兄弟 以及儿女亲家 为了表达对冠英的感激 张梦在和冠英结拜之后 就改姓冠了 所以这么论起来 冠夫算得上是冠贤的长辈了 这就给冠夫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他对着冠贤就是一顿臭骂 说你平时从来不把成不实放在眼里 把他说的是一文不值 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 你却反倒像个姑娘似的 还跟成不实说上悄悄话了 作为宴会的主人田坟 听见了冠夫的谩骂 赶紧过来打圆场 他知道冠夫一向对非将军李广 特别尊重 所以他就说 成不实将军和李广将军都是位外 你这样当众羞辱成将军 不是也骂了李将军吗 可这时候已经是骂得兴起了的冠夫 连田坟的面子也不给了 还是站在那大呼小叫 他说今天就是把我给杀了 我都不在乎 哪还管得着什么成将军李将军 田坟的一场婚宴就这么被冠夫给搅和了 这就是历史上冠夫骂座的故事 堂堂天子的舅舅大汉的丞相 哪能受这份羞辱 于是田坟立刻派人去搜集军夫的黑材料 这军夫自从被免官之后 一向以游侠自举 再加上他曾经也当过封疆大吏 又是功臣子弟 种种不法情势 稍加调查的自然是车载斗梁 因此田坟就亲自上奏汉武帝 弹劾棍夫 骂作不敬横行不法 要求汉武帝处死军夫 为了救军夫 窦英也只好上奏汉武帝 揭露了田坟和抑郁谋反的淮南王刘安之间多有勾结 为了增加自己的分量 窦英还拿出了汉景帝生前秘密授予他的遗诏 上面写着 事有不便 以便宜论上 结果汉武帝派人去查阅宫内档案的时候 并没有找到这份遗诏的记录和本应留在宫中存档的副本 因此不仅冠夫被灭族 窦英自己也被以伪遭圣旨的罪名诛灭了三族 而窦英死后田坟很快就病倒了 他整天在家里疯疯癫癫的喃喃自语 不停的到处向人谢罪 田坟的家人聘请明医 医生束手无策 又请来了术士一番作法 发现是窦英和冠夫的冤魂守住了田坟的魂魄 日夜鞭斥所命无法破解 最终在窦英被灭族三个月之后 田坟也是病死家中 直到这时候已经登基了整整十年的汉武帝 才最终彻底摆脱了所有来自于长辈外戚 对朝政的影响 不过其实在此之前 汉武帝已经开始了他最著名的宏图大业 虽然是以一场失败作为开场的 关于这位一代熊主的故事 还得请您静待下回分解